每逢中秋佳节,排队领月饼的长龙就多了起来,人群中几家老字号的月饼袋子特别眼熟,他们是传统广式月饼的代表,是老上海人的新头号,而这个姐姐更是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 在杏花楼食品厂,我们终于见到了童年吃的月饼是怎么做的了。 每天,杏花楼月饼制作技艺第五代飞仪传人沈全华,都会和他的师傅第四代传人徐慧耀, 去车间严格把关,这里唯一纯手工制作内馅的就是五人月饼了,眼前像肉圆一样诱人的就是网友哭喊着难吃,要被逐出月饼界的五人吗? 其实,它可是名门正派,用料讲究做工也难,之所以还是手工,是因为机器搅拌会破坏内馅的质感。 为了兼顾新老顾客的口味,杏花楼今年推出了五人的兄弟,超人。 原料创新的超人,好吃又营养,是一块超有料的宝藏月饼。 看看师傅这宠衣的表情,就知道他对徒弟很满意。 杏花楼广式月饼制作技艺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选料、产容、抓馅、搓皮、包烤等十六道工序,每一道都是一师一徒单传。 沈全华学了十多年才能抓住这月饼的神韵和美味。 十多年相伴的月饼现代化生产工艺研发, 这对师徒相处一点不像传统师徒的画风。 一种为了一套预料我的床,我想把杀也想把杀,一级不同意我的藏。 那我们是十倍好的,那是十倍好的师徒,我们是十倍好的师徒。 这都还要做。 有了,那么有法同意,有法同意了, 那我们随便不够起来。 有句话叫剃足、刀膜、齿齿精华。 在争论和吐槽中,这对师徒努力升级着月饼的品质和产能。 而杏花楼食品厂也早不是传统非以老字号工厂画风了。 月饼制作工序已经98%实现了机械化。 在车间自动化流水线上,面饼包馅造型, 月饼排队进入烤箱,进入冷却塔, 最后经过机械手臂自动分解方向。 这一系列自动化操作,为老字号带来了全新升级。 你俩,你俩,你俩俩,你俩俩。 传承跟创新要相互结合。 就像两条腿走路一样,有一条腿是传承, 另外一条腿就是创新。 感谢师父们的辛苦, 让备受委屈的五人月饼走出冷宫, 焕发出新的口味和魅力 我们老了 就交给你了 我们水不 水不了吧 水不水不能来 水不过了吗 我没有水不 学校那个桂花开嘛 都会去栽那个桂花树桂花 当时觉得这个男孩还不错 在结婚前 小慧和小琴曾经历漫长的恋爱长跑 我们家还算可以 常常家情况不太好 我父母就一直反对 桂花它是有点胃苦的 但是它是做甜品的一种嘉宾 所以生活都会有一点苦涩嘛 希望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还是能够相互谅解 然后生活可以甜甜蜜蜜地下去 为了创出一番天地 大学毕业后 小两口曾一起去广州做设计 工作虽然高薪 但每日通宵达旦 生活并不美好 三年后 小慧选择独自回乡创业 在最忙碌的时候 热恋中的两人 每月只有一次见面机会 2014年底 桂广铁路通了 原本需要一整夜的大巴车程 现在高铁两个多小时 就能抵达 新鲜的桂花香被第一时间送到小琴的手里 一家人虽处异地 但已开启同城生活模式 如今 小慧的桂花热销到全国各地 收入有增无减 时代的速度勾连起亲情的纽带 也供联起人们对甜蜜的向往 无论身处何地 甜 让人们感受到亲情的温馨 感受到生活的喜悦 他家的桂花拉糕之所以出名 除了因为传统的上海味道 还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们现在拉糕呢 在我们这边卖了也近20年的历史 当它是在名誉上有井喷的效果 应该是从接待了他 接待了克林顿夫妇 在克林顿佣餐的时候呢 他来访中国前 列了三个月的筷子工 在三个月的筷子工呢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拉糕上面呢 他就遇到了困难 拉糕上桌子的时候 他首先呢先用筷子 没有把它尖起来 而且是筷子粘在了这个拉糕上 然后呢再帮他服务 又帮他换了第二双 他还是没有成功 到第三双的时候 他终于是让服务员的帮助下 建到了他的盆子上去 所以说呢我们的拉糕呢 随着顾客的肯定 还有克林顿的这个小小的故事 现在呢越来越 名气越来越响了吧 这里的桂花糕 是用糯米和糖桂花制作而成 在调制拉糕的时候 糯米糖和水的比例 以及添加的时段 组成了拉糕细腻的关键 因为拉糕主要的原料就是糯米粉 所以说这个选料不能马虎的 一般糯米制品 需要它的是什么 需要它路口 它必须要是比较滑爽 暖露的口感 那么在我们选用各类的牌子的时候呢 现在用的这个品牌的糯米粉呢 它吃水量大 而且呢它等它冷却以后呢 它又不会变硬 那么相对呢 对口感的保存的时间呢 比较好 所以说呢我们最终还是选用了 这个品牌的糯米粉 拉糕进入蒸箱时 要是一整块的 经过八个小时的耐心等待后 才能切盘 切盘前还要涂上糖桂花 使之晶莹剔透 成琥珀色 这是最后的点睛之笔 制作桂花糕的历史 已有三百多年 曾经的上海街头 每到桂花盛开的时节 随处可见收购新鲜桂花的告示 如今这样的场景 在上海的市区已不多见 但在金山区的廊下镇 传统的桂花糕制作工艺 却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除了赏乐 听昆曲之外 有关中秋节的传统民俗活动 还有很多 中秋前一个月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物馆 举办了一场有关中秋民俗的体验活动 民间艺人现场教大家如何制作兔子灯 以及观赏微妙微笑的橡皮人制作过程 这些曾经在中秋节集市或庙会上出现过的玩具 现在已经难见踪迹 看到他们 很多人仿佛重温了一遍童年的美好记忆 而一些从未见过这些民俗的小朋友 也感觉大开眼界 在罗电文化展馆古色古香的长廊中 挂满了一排排花花绿绿的彩灯 人们穿梭期间 彩灯迷零礼物 曾经每年中秋节都会举办灯会 仅次于元宵节 在他们头上 这一颗颗造型各异精致美丽的彩灯 正是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罗电彩灯 罗电的灯会曾经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灯会越来越少 规模也越来越小 如今 人们只能在展览馆中再次看到彩灯的踪迹 曾经手工制作彩灯的传统工艺也几近消失 这次展出的罗电彩灯 其实都出自一个人的巧手 他就是朱灵宝 如今罗电彩灯手工技艺唯一的传人 年于七十的他 晚年生活因为制作彩灯而显得更加忙碌 每年都有一些独具匠心的彩灯问世 不是送去国外餐展 就是被收藏进了展览馆 在他家里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彩灯挂满了各个角落 每个彩灯上都凝聚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每一个制作步骤都那么轻柔细致 八三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文化馆工作 当时八三年罗电搞一次民间文艺年会 那个时候签了几个老艺人来做彩灯 当时我刚才去出帮他们给他们采购材料 那么跟他们去出以后呢 我就喜欢让彩灯 在我们罗电这个地方都有一个金罗电银南县 铜江湾铁大厂 这么一个烤鱼 所以我们罗电那是丰富的不得了 生意好的不得了 生意好了以后呢 商人他就想赚钱 吸引老百姓到镇上来赶席来逛市 那是用彩灯这个办法来考 所以我设计了这个民间以后呢 我感觉到这个彩灯 确实是我们罗电 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不容易的一个东西 朱林宝跟随当时的彩灯传人学习 自己也一直努力进行各种创新 在制作彩灯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 他做了三十多个种类的彩灯 大的可达二十多米 制作彩灯的材料从原来的芦苇 变成了更为稳固的铁丝 纸张也换成了绸布 当材料发生变化时 工艺自然也随之变化 在朱林宝看来 罗电彩灯的记忆是一门艺术瑰宝 他非常害怕 会在自己手里失传 因此退休之后 他一直坚持在社区和成人学校开设彩灯课 利用假期给孩子们上课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把这门几百年的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为此他研究出了很多特别的教授方法 要防了这个载人发生了什么 你这些产续传承的插着用一种绑折法 然后铁丝上面布了指头很非公布的 后来我感觉到这个方法呢 我就采用了这种拼杖法 就把这个彩灯划成几个机后图形 一个绿角的彩灯 它中间是长方形 那个旁边是梯形 再出成几个部分 把它拼起来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一直在这种 一些普及彩灯要普及到学校嘛 也叫学生嘛 如今朱凌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传承人 也是罗电彩灯唯一的传承人 老一辈手艺人都已过世 而他能做的 就是尽其全力为彩灯铺出一条传承之路 我今年一直七十三岁 能不能在这些传承当中 这些普及当中 能不能发现一个传承人呢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 我现在后本身 基本上是把它划在彩灯上上了 我感觉到能够在余生之年吧 把彩灯能够一个照照传承人 第二个能进一步创新 我写了本书叫《罗电彩灯支出公益》 这本书以后呢 写目的呢就是像叫后人 将来其实我不在了 他们看了这个书也能做 然后这个目的就打断了 时至今日 亲友之间互赠月饼 仍然是最为流行的中秋习俗 在南京路上的这家 不到四平方米的外卖窗口外 从中秋节前的一个月开始 便从早到晚排起了长龙 原因不外乎只有一个 这是一家来鲜肉月饼的老字号 相对盒装的广式月饼 鲜肉月饼下料新鲜 盐糖适量 伴随着热腾腾的油香和肉香 新鲜出炉 充满了美食的诱惑 很多人愿意为它排上一个小时的队 楼下是焦急等待的人群 楼上制作月饼的师傅 也是一刻不得闲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会超过12个小时 在这里不乏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月饼师傅 他们告诉我们 从前中秋节 人们排队等候的并不是鲜肉月饼 而是一个名为月鸟的食品 这个名词对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来说 已经显得相当陌生了 这个是三十年之前的事 最以前是做的是新鱼脚 三十年以后 现在已经三十年不做了 新鱼脚因为比较负功夫 效益相对来比较差 一个人做的那样是 基本上是有饼 是一分之夜 鲜肉月饼 是鲜肉月饼的前身 与鲜肉月饼 苏式鲍鱼一样 同属于苏式糕点 在制作工序上 它比鲜肉月饼更为复杂和精细 用猪油 水 盐 糖与面混合 和到适中 形成水油皮 再用猪油和面做成油酥 使水油皮和油酥充分融合 反复感制 从而达到酥脆 有层次的效果 最后 由月饼师傅 将面压出手掌的大小 加以新鲜的肉馅 仔细地卷边 风口定型 就是松 然后吃起来方便 长的嘛 松进口的时候 比较方便 不像月饼 我当时 其实说 有一次会掉下来 它就放在水里 基本上掉下来比较少 方便 口感比月饼稍微好一点 尾巴 因为它烘烤的是 两样的 在烘烤方面 月鞋与鲜肉月饼 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月鞋每十分钟 都需要被推出来 翻一个面 再接着进行烘烤 每只月鞋需要翻三个面 才能烘烤完成 慢工出细活 精心烘培出来的月鞋 虽然在口感上 要比鲜肉月饼 更加酥松爽口 但由于步骤繁琐 生产效率低下 最终还是被市场淘汰了 鲜肉月饼 逐渐代替了它的位置 但现在 一些制作 苏式点心的老字号 打算在今年中秋时节 让鲜肉月鞋 重出江湖 我们好奇 这个三十年前的老味道 还能够重新赢得 人们的喜爱吗 等方案确定好 已是下午两点左右 少中秋来到一家小吃店 补上一顿迟到的午饭 夏末秋初 点一份爽口的桂花鸭 配上一碗老鸭粉丝汤 是很多上海人夏天的不二选择 而这家小吃店的盐水鸭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整整陪伴了上海人二十多年 中秋前后 在桂花盛开的季节 盐水鸭的色香味是最好的 所以美其名曰桂花鸭 中秋节吃桂花鸭 是除了赏月吃月饼之外 又一大习俗 而这一整个月 也是小精灵一年当中 生意最红货的时候 像我们每天能卖多少只鸭子 四五百个 今年中秋节 中秋节一天要大概两千多只 买二十块 二十二块去买 它鸭子跟鸡的它不一样的 鸡的骨头那个软 鸭子的骨头硬 所以长反的跟它不一样的 它是从后面屁股上面 去两股上开 我们只是要从前面开的 那么粘出来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鲲仔啊 是什么样的 要比鸭子呢 要比鸡呢 稍微宽一点 在鸡嘛 骨头它 因为它要粘小块 它因为它是粘料 我们的是料已经入味了 桂花鸭并不是当天烧制的 一道看似简单的小吃 整个的制作过程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从山东运送过来的瘦肉型的樱桃骨鸭 又先在水中缓动四小时以上 之所以舍近求远 选择瘦肉型的鸭种 是为了保证盐水鸭清爽的口感 这个鸭子呢 瘦肉型的鸭 烧出来呢 这个有着筋 你假如不是瘦肉型呢 烧出来全都是后面肥的 肥的人家上海人不难而吃 鸭子的腌制需要另一番功夫 要在恰当的时间将食盐抹匀鸭子全身 然后根据鸭子的大小 师傅要用手去微调每一只鸭子的用颜料 凭借多年的经验 甚至可以精确到刻 磨好盐后需要静候两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 食盐和鸭肉充分地融合 咸鲜的味道才能真正入味 静缸就是把盐 盐分跟我们烧的这个缸 是老炉烧的缸 把里面的东西 这个缸呢里面的盐 要烧到后来要变盐金 里面有的味 微香 桂皮 葱 姜 这个净好之以后 你等到晾干以后 煮出来的鸭子香 眉心 传统的桂花鸭要求 熟盐搓 老卤腹 吹得干 煮得足 腌制桂花鸭的大缸中 既有用盐调味料制成的新卤 也有经反复副卤后所产生的老卤 随着副卤次数的增加 原料鸭中的可溶性物质 越来越多地溶解在卤汁中 并最终赋予了桂花鸭鸭鲜醇浓厚的独特美味 传统的桂花鸭加工极为强调鸭汁的质量 认为卤汁是越老越好 常将百年老卤视为真品 净鸭子的缸 这个炉要烧好 这个炉没烧好 这个鸭子出来 肯定不鲜的 为什么 这个盐要烧到一定的程度 烧到以后 有的盐净了 所以盐缸烧好了 融入了所有味道的鸭子 要经过晾干工序 而这也是让鸭肉鲜嫩的关键步骤 至少要钓到八个小时 鸭子要钓好 钓干 你假如不通风 这鸭子不会干 再开空点都没有 你假如鸭子没钓干 煮的时候就鸭子煮八个小时 晾干的鸭子用清水蒸煮上将近一个小时 去除多余的卤味 这时候鸭肉本身的清香也散发了出来 从鸭子被拿出来制作 到最后晾干形成味道鲜美的桂花鸭 需要大约三天的时间 曾经著名的南京小吃 经过口味的改良 已经变得更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不像传统的南京盐水鸭 咸味过重 也不像板鸭那样硬 皮白肉嫩 肥而不腻的桂花鸭 已经从一道节日的美食 变成了平日里 摆进餐桌上常见的小吃 最后晾干形成味道鸭子